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秒学Ruby 在经过了17期的学习过后 我们终于开始了最后一期的学习了 好,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教学大纲 在本期的学习中 我们将会来先看一下代码规范 先看一下别人的Ruby是怎么写的 别人究竟是遵守了怎样的一个代码规范 而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一个Ruby的使用用途 看一下有哪些商业公司在用Ruby 用Ruby在干什么 不过请记住 我们是一门实干的科目 所以废话就不说那么多了 还是先看一下代码吧 看一下代码规范 规范的代码应该怎样去写 首先我要向同学们先强调一点 所谓的代码规范 它是怎样的意思 代码规范 它是为了强化自己的一个代码的可读性 你的代码不仅是你一个人看 同时在开发的时候 你还需要给你的同事看 你开原项目的时候 你的代码要给所有人看 而遵守这样一个代码规范 可以非常有效的提高你的代码可读性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主题 变量 在Ruby中变量采用snackcast的音笔方式 什么叫snackcast呢 比如说 我们有个变量叫hello world hello它是一个单词 word它是一个单词 而中间用一条下滑线来连接起来 就像snackcast 像蛇一样连起来 好 这是变量 那常量呢 常量的命名方式 跟snackcast有点像是 比如现在有个常量叫hello world 那么就应该全部大写 好 这是常量 那类呢 类的名字 它的首字母要大写 比如我们的 那个已经说了很多遍的student类 而如果 还有一个单词跟着的 比如hello world 那么第二个单词的首字母也要打写 这叫骆驼命名法 那同学们是否还记得模块的命名呢 在上一节中 我们还错误的命名了一次模块 其实模块的命名跟内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把内和模块写在一起 好 命名我们就说完了 来说一下一些代码上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点要注意的是 封号 我们在Ruby中是不建议使用封号的 每一行的末尾就直接使用环行符 一个回收键 最高利用而不采用这样的封号 所以封号我们是不采用的一个态度 第二点 尽量不在一行中去写代码 什么意思呢 有些同学可能会这样来写 在一行中把他要做的事儿就一个方法就这样定义完了 是不建议的 这样阅读性非常的差 在很多项目中大家都不这样写 是不这样写的 除非像衣服中的导装语句 我们才会这样写 那么一个方法 我们一般怎样去写呢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般会分作三行来写 然后这里一般空两个空格 写我们该写的内容 然后end 这是一般最标准的写法 第三个要讲的规范 就是case语句的一个对齐问题 当我们使用case语句的时候 case,win和end应该是一条直线对齐的 这是平时代码的一个规范 第四个是一个判断式的问题 我们之前讲过 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if condition then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and 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用什么来写呢 在运算符内讲 我们讲过 用问号表达式来简写 是最方便的 那什么时候我们不用问号表达式呢 是好几层 if欠套的时候 我们就坚决不用问号表达式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 如果这样欠套进去 然后再牵套进去 看代码的人不会疯啊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形式 我们就不建议使用 问号表达式了 就老老实说呢 用if语句 好 规范就先讲到这里吧 我就讲了几个比较常用的规范 其实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 我就没讲了 因为我也觉得没必要 就是以上的这些规范 都是大家共同遵守的 比较奇葩的 比较古怪的 我就基本上没去讲了 剩下的时间呢 我想来跟同学们讲一讲 Ruby的用途 在现在这个时代 Ruby的用途 可以说千奇百怪 有的地方 比如说我 就经常会用Ruby写些脚本啊 去批量修改文件名啊 文件夹啊 去自动转换减繁体啊 去自动帮我上传某些文件啊 这是它的第一个用途 正因为Ruby作为脚本语言 它是非常的优秀 一懂一学 函数封简单 方法调用非常的容易 所以它在大数据处理方面 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优秀 在硅谷 Ruby非常的流行 流行于什么呢 做大数据处理方面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10GB的日志文件 要从里面找到有用的信息 大家一般就用Ruby 去处理这样的日志文件 但只用来做脚本 就太可惜了 Ruby它也可以作为服务器开发 比如说 哪些网站是Ruby开发的呢 国内的就有很多 比如团八版 同学没用过吗 团购的 还有计单词的摆词展 它也是用Ruby去开发的后端 还有我们熟悉的网里码 暴走漫画 它也是用Ruby去开发的后端 国外来讲 比较出名的Ruby开发的网站 就是推特 推特一个不存在的网站 还有我们经常会去用的Github 上面有大量的优秀的开源项目 可以跟我们学习 这就是Ruby在网站 在服务器方面开发的 比较优秀的案例 而网站方面 常用的Ruby框架 就有Rails 这个名字就是如雷贯耳 非常的书名 还有Signature 这个就不太常见的 不过国内还有很多网站 也是基于它开发的 而这两个框架 都是基于网络框架Rick来进行开发的 我最近的一个项目 就直接基于Rick来开发 大数据处理和服务器开发 是Ruby比较常用的两个方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奇葩的运用 叫做Ruby Motion 它是来干嘛的呢 它是来开发安卓iOS的 非常的少见 有兴趣的同学们 可以去它的官网看一看 它是如何做到两个平台 同时去开发的 非常的有意思 好 说了那么多 讲了那么久 本系列课程也只是Ruby的一个 入门教程而已 更多更深入的学习 希望同学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在这上面列举的这一些框架呀 网站啊 还有一些编程规范 希望同学们能在以后的Ruby学习中 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不断的越砖越深 越砖越难 越学越好 所有的秒学Ruby系列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最后说一声 谢谢 谢谢在电场前观看本节目的各位同学